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安全带缠着窒息而死 也有一名婴儿的颈部被安全带勒出了瘀伤 这两款产品也有进口到我国 分销商表示会提供安全带固定器来加强安全保护 是 世界就引发了家长关注 为什么这婴儿用品安全带 如果在没有使用的时候放在地上 可能会造成婴儿发生致机意外 而哪些家中的用品在使用的时候 如果没有收纳好或者是放置好的话 也可能会对宝宝安全带来危害的 今天是风访谈 我们就请来了两位儿科专科医生 黄佩玲和刘佳琪医生来一起讨论 两位好 两位您好 你好 刘医生为什么这个摇摇还有辽兰 在安全带不再使用的时候 如果我们放在地上的话 会导致 会有导致婴儿窒息的安全隐患呢 因为这些安全带如果垂在椅子的旁边 那孩子还在学走路或者在爬的时候 可能爬接近那个椅子 那个景象会受到困扰 而且会造成窒息 家里其他的用品就好像电线这一类的 都可能会造成这一类的问题 所以如果好像电风闪的电线 或者是吸尘机的电线 父母亲都要注意一下 要把它收好 是的 那黄医生 如果家长发现宝宝在家中被物品勒着了 当下救人的正确 而且最有效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那第一就是要立刻把造成他颈项困扰的线 立刻剪掉 第二呢 如果可以的话 父母立刻给宝宝做心肺疏数 叫救护车 就打995 如果宝宝没有窒息的受伤的话 就可以把他带去 家里最附近的医生检查 所以急救还是一个关键 所以 但是刘医生刚才您说的 除了这个被安全带给缠着的话 在家中呢 其实还有其他的物品 也会让这个小宝宝呢 有这个安全隐患的 那么宝宝因为使用这个摇篮 甚至睡在床上 可能发生的意外 还包括哪一些呢 请您再举例说明好吗 对 通常我们鼓励 如果小孩子睡在摇篮上 最好父母亲在他旁边看着他 因为这些摇篮都有一些清穴度 如果孩子躺在上面久了 可能他的身体就歪曲了 所以歪曲的话 那些安全带也可能会造成他 好像窒息的问题 如果在床上是最好的地方 给他睡眠 但是床上如果太多那些枕头 抱枕 尤其那些比较小的孩子 那床上就最好不要放太多这些 软的事物 另外父母亲要注意的就是 在婴儿床旁边 通常父母亲喜欢放这些安全杆 或者叫做baby 这些要绑好来 不然的话他如果松脱 这也是可能会造成这些 窒息的问题 明白 所以必须要减少这样子的 一个意外的发生的几率 那黄医生跟刘医生 两位在你们所接触过的案例当中 婴儿最常因为在家里发生哪些意外 而入院求医呢 黄医生你先说吧 那我有看过婴儿被烫伤 第二会有可能被割伤 比如说如果他创到桌子的 比较尖的那一边 第三呢 也除了被割伤的话 他们也会有骨头裂 比如说从比较高的地方跌下来 这高的地方 跌下来是一些常见的 那么刘医生还有没有碰到 其他一些情况呢 有时候是从不是说很高的地方 可能是大人的床 因为大人以为小孩子很小 放在那大人的很大的床 可能不会跌倒 但是有可能会跌伤 其他就是比较小的物品 好像电池 最近我们就知道那些圆形的电池 button battery 就要注意一下 这些电池就不可以随便的放在那边 比较小的好像扭扣 这些类型的就要很小精的把它收起来 是不是有些比方说壁橱等等 都要跟这个墙壁贴紧一点 或甚至是要钉得牢固一些 才可以避免这些意外发生呢 刘医生 对 因为如果父母亲自己买那些书架 这些没有钉好的话 而且孩子还在斜走路 可能用那个书架来支撑他的体重 就可能把这个书架拉下来 而且书架上面放的东西 不要放太重了 或者是比较危险的东西 好像烧水这些的 比较有问题的 这些问题就可能会伤到孩子 要评估这个风险的 对 说到书架呢 其实我有一个亲身经历 就是以前我的孩子就学 就坐那个学步车 然后我的书架是没有钉好了 因为我还以为就是一个小朋友的书架 就是矮矮的一个 不过结果呢 他就坐了那个学步车 把书架拉下来了 天啊 那学步车其实是不是也有那个安全隐患呢 黄医生你怎么看 那最重要最重要我想说的是学步车 最好是避免不要用学步车 为什么呢 就比如好像刚才你给的例子 因为这些婴儿用了学步车 他们跑得比平时快 如果地上凹凸不平的话 或者有水 他们会容易滑倒 受伤 第二呢 他们用学步车时 坐得比较高 会就容易拉 把桌子上的东西拉下来 那有时候会烫伤 也甚至会有骨折 是 因为毕竟这个小朋友们 蹒跚学步的时候 速度也是挺快的 包括拉扯的时候 那么刘医生 比方说在我们的家居的设计方面 有哪些安全的考量 可以让我提供给我们的家长 来避免宝宝有可能受到这个意外 还有风险呢 如果把宝宝开始学走入这些比较会活动的时候 父母亲就要在这方面注意了 就是好像厨房方面就要有一个小门 可能挡住 不给那个孩子进去 在家里的家机 遗器的方面 就不要买那种比较容易破裂的 像玻璃的这些有尖角的家机 这些都要注意一下 而且这些电线这些要收好 都不要随时放在地上 黄医生 如果说走这种简约风格 对现代家庭来说 它可能做得到吗 你怎么看黄医生 有什么补充的 如果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小婴儿 那每个父母都应该注意一下 先有空的时候 读那个baby safety的婴儿安全的东西 比如说好像跟刘医生所说的 最后一个我想说的是药物中毒 我们忘记提起来 药物中毒很多宝宝 他们探索环境的时候 会对这些药物觉得很有趣 那他们会把它突免下去 这会中毒 时不时也要检查地板的清洁卫生 这小孩子什么都拿来吃 我刚才就是一个错误示范 不应该给宝宝坐学步车 不过另外一个我的经验 就是宝宝很容易夹到手 厨 门 他们都会夹到手 然后他们长大以后 很喜欢去玩这些东西 那两位医生 家长应该又怎样去教育宝宝 或者比较大年纪的幼儿 擅自开关这个房门的危险 方医生 那我们家长能做的安全措施呢 是好像使用儿童安全锁 把房门锁起来 和用门塞保护小手指 另外呢 也能使用好像游戏围栏 让婴儿留在里面玩 不要让他到处乱爬 除非我们大人或者家长能监督 确定他宝宝安全 对于这个上次完门 或者开关门的这个情况呢 刘医生 您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要补充的吗 这个要从小就要教导他们 所以要慢慢的教导 可能示范给他们看 要怎样做 另一个就是抽屉 抽屉也是可以用一些安全锁 因为抽屉是比较低 他们可能可以放手在里面 也可能会加到手指 我们今天特别想谢谢两位医生 为我们分享了家居方面的安全性质 希望这些新任的爸爸妈妈们 在哺育孩子的时候 也要留意到他们的安全 谢谢两位嘉宾 谢谢 另外要留意的也是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片数到处可见 好奇捡起地上的U盘插入电脑 简单的动作呢 即使以为不法之徒 敞开了数据大门 广告后为你揭露 网络欺诈背后的套路